冤枉的人 他最想的 就是人家能相信 就这样 等到你之前没有一个相信你的时候 等到你发现一个人真的 你感觉一个他真的相信 那种心情 你们可能很难提过 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相信的 开始相信 所以等你开始相信人的时候 我的生活就开始转变 就心态慢慢变 不过也没有很快 到底什么时候我才真的变了 我也不想到 就有一天你觉得你自己要变 就这样 所以我只要从那一刻看 因为那一刻对我印象开始 你有人相信你的时候 所以 后来那段时间大概两年吧 那两年让我过得很轻松 因为我 等你相信人的时候 我就会开始去过生活 我就相信家人 因为我之前连家人都不太相信 他们都说我相信你们 我都算怀疑 我你到底站得下来 我连家人都不相信 所以后来你会自读 你会发觉 我很幸福 后来那两年 大概一年两年 一直对我真的很幸福 因为我很帮我家 我家人一直不放弃 一直在关心 还有外面一堆 不认识的人 到未来会客人 写信 因为很感动 对我到现在 我要一直让我很幸运 而且很幸福 而且很幸福 好像讲太多 再看有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时间关系 没办法 不过我要先讲一下 我要先讲 我现在 我现在追求的是清白 不只是自由 我要自由很简单 我只要自由地讲 因为处神法有一条是认罪 你只要认罪 他就要解析 我现在无体读习 我只要认罪 剐下来就是我 我之前被关 16点 他还听我 我不是开玩笑 很大 所以我现在跟你们讲 法官的心态 我的案子 对法官来讲 已经 什么是事实 对他们来讲 已经不是很重 他们现在最烦恼 就是 怎么把我的案子搞完全对 合起来要咬辫子 所以跟八神 我是跟八神 出来 跟八神 我是5月19号 素人法实施 跟八神 5月18号判我 宣判 他宣判来 5月19号我就要出人了 5月18号宣判我无期徒刑 他还要我250万交网 我当然不网 我等到晚上12点 我就可以出来 所以隔天 报纸 我记得 他记得报纸前 他250 二百五法官 因为他判我250万交网 他根本可以直接给我出 那个法官作为宣誓人 那一省只花了 我记得两个多月 从发回调查宣判 两个月 很快 因为他怕 他不要实施之前 我出来 他要赶快在他的手上 把这件案子戒掉 所以他在审判过程中 要辩论之前 他找了两个 法院的公辩律师 有一天主管就说律见 我以为是我们律师 应该要辩论 我去到律见 是见到两个 完全没见过的律师 他直接就说 他是法院的公辩律师 是我们法官叫他来 说叫他要帮我打官司 他一开口就跟你说 就跟我讲了 你不会非犯死刑 你最多非犯不起他 他就跟我说 你现在已经官司了六年 你如果要用速神法 你就可以 因为速神法减下了十五年 你就可以马上自由地走出去 不用再打官司 这就是 现在法官的心态 你就一般法官 犯到我的案件 所以我打到现在已经 好像不是 事实是神 好像对他们来讲已经不重要 他们现在重要好像是面子 好像是面子 所以我只跟他讲 所以现在开庭 法官还是都会问我 要不要用 因为我如果一用它 他们也很轻松 只是我 我都直接回答我 不要 我没做我干嘛要承认 没做的事干嘛要承认 对吧 所以其实我们律师也都会 我不要不要用 因为未来 我有可能还会被判 有三种可能 一种被判死刑 再被判死刑 一种就是被判无情同性 还一种就是 无罪 所以 我还有 他们常常会讲 有人说我勇气也很大 因为我还有可能 再进去 再进去 只要他们 不过 现在律师母也不敢做 我在里面看太多 还在里面看原因太多 所以我一直说我很幸福 因为我看太多原因 我自己可以 现在可以站在这里在那边讲话 所以我一直觉得 我自己很幸福 很幸福 很难有问题 不然等一下时间要到 我想问一下就是 因为您是处神法实施之后 第一位出来的 唯一一万 所以到现在都还没有第二个 不可能有 可是处神法的目的就是 因为法官现在的案子 他不可能拖到八年了 因为他们那时候清了一波 清了一波 全部清完了 全部都为了他有罪 他宁可让 你们要知道 罪有名的是 被积压在里面二十三年 没办法定验 你们想在那两年内 还是被确定死刑 那时候 三百多个有十几个 大概二十几个 二十几个是死刑犯 都超过十年没办法确定 你们认为他有新的证据吗 不可能吧 全部都怕有罪 所以在里面我们都说 这个是素食 对我们的素食 如果直接看你们有罪 最方便 对他们 最方便 但如果 叫我走出来 你看舆论就多大的 语论是很大的 所以 因为这一条法 一过的时候 还没实施 语论就说 实施以后 什么满间是死刑犯满间 问题是死刑的 好吧 可是我只想说 那些法官不应该送贫鉴吗 就是 你贫鉴很困难 我们有建筑 法官 贫鉴以前 贫鉴还是他们自己贫鉴 所以邱和顺 他就是因为 土出审判法 判决确令 死刑定验 所以他现在每一天都有可能被执行 而且 我们不是刚执行完一波吗 其实后来还有 就是媒体记者 他们有去 有一个 我不知道他们哪里来的消息 其实本来邱和顺 是有在这一波的执行名单上面 那只是因为他的券 就是根据记者写的是说 他的券名建塔院掉走 所以法务部救 后来没有选择执行邱和顺 但是 即便是我们 已经这么多团体 投入救援的冤案 都被列在执行法上 所以 我们都说 因为束审法 邱和顺就死 就自行确定 然后他是因为束审法 而离开看守所 就是一个天堂一个地 对 所以 即使他也可以用 认罪 他那时候如果认罪 他就不会被判死行邱 那也是没救他 干嘛来认罪 所以他坚持不认罪 所以那一天就可以判死行邱 那一天就可以判死行邱 所以 法官 你们 有打过官司吗 没有 所以 最好不要 可以去旁听 不一定要听我的 什么都可以 只要你坐在那里 对他就是一种压力 你们要知道 以前我在开庭 你如果一走进去 挺后面没有人 你就知道 等下会不会干净 不会骂上 后面如果有坐一堆人 你就放 因为他程序会走得很完整 该怎样 该怎样 也不会跟你大调整 所以 真的有差 尤其我现在 我现在后面都有一堆 所以 从我开始发挥 开始出来以后 我后面有时候 我都会给他 所以 法官对我态度都很好 我以为法院真的 因为我经过四五年 没有开过庭 没有上过法院 我现在法院好像 法院好像改很多 所以 有一次我去演讲 我去讲 我去讲 我说我现在法院真的差很多 法官态度差很多 一个就 一个就 起来干净 他说只有我 因为我后面一堆 别人 后面没坐 你还是一样 那种法官还是有 所以 有空去那里吹冷气也好 去后面坐就有用 真的 你们会见到很多 不同的法官 有认真的法官 认真的法官 你就去支持他 坐在那里不一定是一定去 你坐在那里对 好法官来讲是一种支持 对 对那个不好的法官才是压力 才是压力 所以 其实 可能是我比较倒霉 我律师之前都有讲 我这件案子如果发生在现在 一定会犯无罪 就因为发生在影迹 还有累积了那么多法院 那么多法官 你要真的找一个 有 淡淡的 真的太 因为法官的待遇太好 终生 他们升迁是靠前面判破我那些 你看到 对 对 好 还有什么 就是 其实 像你们刚刚有提到 听到你们提到的 像 我 我从以前 听一些案例到现在 都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 证据不见 这样 不是 保存证据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是为什么很常听到每个案例 尤其是那种有问题的 都会发生那件事 而且 不是一两个证据不见 是很多证据不见 而且 都是台风 初见何的 也是很多都会被台风吹走 都会被台风吹掉 因为 这个就是他们一种借口 因为事实证明没有淹水 我们有提出那个消防局的淹水地 所以消防局一定要有做淹水地的 才知道明年的预算要变 哪里水波要通 哪里干嘛 那证据到底保存在哪里 怎么那么容易起来 警察 所以我们在怀疑 到底那些证据 你们猜 为什么他们不拿出来 他不是不见 他是不拿出来 为什么 可是这样没有责任 法官 法官 他为什么有责任 因为天灾 他们不会说 他们绝对不会说丢掉 不见 他们一定会天灾 天灾就没责任 不可能说我没掉 没掉就是 他们一定会长得 不会死 如果 应该是说 如果我们的法官 渐渐的 就是越来越多法官 你因为你封在不见 所以我就做无罪判决 的话 他们以后就不会这样 所以法官一定 因为你要叫检察官警察去遵守 什么无罪推定的原则 根本是不可能 因为这跟他们的 就他们的使命 跟他们的工作 跟他们训练都是相违背 所以能够贯彻 无罪推定的只有法官 那如果说法官说 好 你不见了 那就是你没有证据 那这个人就该无罪 法官这样的判决下来 他才能去避免说 以后警察感用说不见 这件事 就是我们一直没有办法 总是到了法官这一关 就被 无罪推定的原则就被侵蚀掉 那就一直没有办 就是警察他们里面 就会一直用这样的方式 然后再加上捐证并送 就我刚才讲的 就是整个包裹送到 检察官 检察官起诉之后 整个东西送到法官那边 其实你永远也不知道 警察那边还留了什么 我们坦白说 我们都不知道 就是警察你那边到底有 有送什么 没送什么 谁知道呢 我们也 我们看到的都已经 就是律师去阅券 都已经是在法庭那边的资料 检察当中也不能阅券 所以其实整套制度下来 冤案其实是 好 你先讲 你怎么讲一半 你怎么讲一半 他会听得懂 应该是说 你整个从警察到检察官 到审判到最后 你会发现每一个环节 都可以制造冤案 不是只有法官 你警察那边的不当取公 例如星球 或是说你高压的讯问 你就长时间的 或是怎么样恐 恐吓他的方式的讯问 有可能 然后检察官最常看到就是 警察打完你之后 然后当你去检察官 被检察官借题来问的时候 他说你等一下好好讲 你敢讲什么 你再回来我就再继续打 或者是说 甚至检察官在问的时候 打他的警察就在他的身边 正性责案就是这样 所以 但是你知道法院会说 可是你在检察官面前 你又没有跟检察官说 你被刑求 而且检察官不会刑求你 所以你在检察当中 笔录是没有问题 这个我听太多 我告诉你们检察官怎么在行 警察送上来笔录 如果很多检察官都送上来 被告叫检察官面前的时候 警察都在旁边 他就会开始问 如果被告讲不一样 他就会跟检察来 咦 怎么不一样 再带回去 再带回去问警察 我这样讲的 一般都是这样 他会这样 带回去 讲的不一样 赶快带回去再问 再问一遍 第二次来就一样 真的 真的 所以你们要看笔录 你就看那个时间点 就知道 什么时候被刑求 很容易 很容易 你去警察那里 他也跟你说检察官 就是他大哥 不然就是他自己的 他小妹 都是这样 所以满名 检察官对我来讲 真的印象很 我没办法改变 因为检察官 你们知不知道我们 检察官 争败 起诉 灵体都不一样 你们知道 所以到 到我现在整根九层 这个检察官 我会觉得蛮 他根本不晓得 这个案子怎么来 这样你懂不懂 所以检察官在法院 是不讲 不用举证的 因为我是认为他根本 没办法举证 他根本不晓得案件怎么 以前 检察官是不用到铁的 不用到铁 他只会到 所以我们都一直 我们都直接跟法官在打完 他只在审判的时候 那个辩论的时候 会说 会起来讲 请法官依法判决 他不用举证 真的 这个不是调好理想 到现在检察官 是要领语 你看一听他就会干 不过他只会讲 如卷宗所在 叫你自己去认证 你们去 你们有空 有时间去法院听 就知道 但这句话 你们一定会常常听到 如卷宗所在 因为他 你叫他讲 我想这样也讲不出 他根本不晓得案件 所以满理 其实 我这 其实讲到这个检察官 要拿我 讲给你一听 这是有史以来 我认为 我遇到最认真的 这个检察官 真的 根基 我就说根基 这个法院 法官 这三个法官 很认真 很认真 你知道他叫 黄春菊他们两个人 到庭上来的时候 一直劝他们 要讲话 要回答 讲了好久 一直劝他们 他如果劝了几次 他们还是不讲 这个检察官 这个检察官 跟你 这个讲到什么 这个检察官 那时候好像是主任检察官 蛮有名 他在教检察官 他在辩论的时候 我律师讲了大概 不知道几个小时 我那时候记得 从早上一直讲 不知道几个 好像讲了两天 一直讲 讲到晚上八点 还没吃饭 法官还问我 律师你要不要讲 你要不要 我们要不要先吃饭 就是说不要 赶快开饭 有几次要开到晚上 八点 这个检察官论述的时候 你知道他怎么论述 他拿了 我记得拿了三本书 那三本 日本 日本被害人家属 写的书 他就 他很为了 他就出来 像电影在那边走 他就拿给 因为后面很多记者 都拿给他看 拿给他把关 他就说 他就一直在强调 一直讲他的内容 说他被害人多痛苦 多痛苦 被害人家属 发生这件事 多痛苦 多痛苦 结果他说 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 为什么会发生这么悲惨的事 他就走回去 他就说 他拿了一张A A4的 上面写一个摊子 摊 大大很大的摊 他就拿这个摊子 一样一样给大家 他走到法院前 他会发生这种事 就是因为一个摊子 这是他的论书 论罪 他说就是因为摊 所以会发生这种悲惨的事 所以 清法官把 他叫清法官把我判死 判死谁 他就把他这样子 死死死死 死到很碎 他从 就往一天上死 真的往天上 后 对 后面就像你们这样 这拍戏吗 后面 后面记者说 一到二个 就像这样大笑 我那时候真的会想 这就是他对我的论转 就是一个摊子 其他他讲不出来 所以那一神 所以我们 那一神对我们来讲是很 很有信心 就那一神他才敢判了 无情 事情变无情 是他 所以我不晓得他 该感激他还是怨他 因为他把我的命留下来 我有时候在想 我有时候在想 而且他是 已经确定调不走 离开那个地方 他是调去司法院 已经调好了 我的案件一结束 他把我判断我跟上 但他只敢判我 无情不疲 他说时间到 还有三分钟 好 下次有机会再 再跟你聊 要聊的可以 你跟我 以后改天讲 捷运的法官 我简单做一个小结 就是我刚才讲 就把刚才讲的讲完 就是 其实冤案在每一个环节 他会 他可以发生的地方 多到你们没有办法想像 警察检察官没有问题 可是法官也是一个中医客观的人 可是发生的问题在哪里 可能是做鉴定的法理 以姜国庆案来说 姜国庆他就是因为那个被害的女童 他的内裤上有验出姜国庆的经历 他被判死刑 可是后来现在发生 发现说 原来当初验他的那个 经历的那个世子 其实是用来验协议的 但是可能今天还遇到一个好法官 但是白出问题 所以要是 就是可以说是 我们现在这一个人为的制度下 要出错 绝对是有可能 然后再加上如果法官 他没有坚守我们的证据法德国 无罪推定原则的话 我们的冤案就是神神不息 所以今天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不止 徐志强是讲他自己的故事 他其实就是跟大家说 整个台湾司法的状况 跟司法的问题 所以如果说 大家今天回去之后 就真的希望你们可以去把亲身的体验 去看看说 原来我们现在的审判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要不要相信 然后我们可以做一点什么事情 那如果说等一下 大家愿意来帮徐志强加油鼓励的话 欢迎大家来跟他拍照 或是跟他说加油的话 谢谢大家 下次开始什么时候 7月8号 早上9点半 还有7月15号下午2点 谢谢